贝山面海作用无敌基隆港美景的太平国小 因为学生人数过少 在2017年吹习登号废校 并一度成为山海工作营 及金融市政府规划重大市政建设的秘密基地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出方面近日积极进行修缮 包括外观拉皮及内部整修等 约三分之一的空间将委外经营 10月23号由知名的连锁类独立书店青鸟进驻 成立太平青鸟山海书店 金融市长林又昌希望借此让老校舍华丽转生 成为金融新的旅游景点 也期盼透过阅读开启民众 对金融这座山海城市的无穷想象 10月23号我们太平青鸟即将要开幕 欢迎大家到时候到太平青鸟来看看 绝对也会提供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也会对金融整个文化 还有整个艺术历史的深度 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书店不只是书店 其实书店是一个城市价值跟观念驱动的一个引擎 所以我相信太平青鸟的一个进驻 也会带给金融市更多不一样的一个能量 其实青鸟书店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家书店 那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他们也进驻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 那特别我们在太平国小 它本来是一根小学 然后是我们废弃 那之前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我们作为秘密基地 很多的大的计划都是在这个地方推动跟执行 那在这个阶段太平青鸟的一个进驻 我相信也是代表着不只是太平国小 也是代表着整个金融市城市进步翻转的重要的一步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太平青鸟将在10月16号 10月17号 及10月22号市营运 10月23号及10月24号则有系列活动 初期规划营运时间为每周的周五周六及周日 如果市场反应良好 不排除增加营运时间 至于校园剩下三分之二的空间 将继续作为金融市城市设计 都市整合与地方创生的交流与讨论平台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